有都在落大雨 親像南部地區 掌聲露透明 說 如果這個高雄木林区有四個工人 反正就連人掛車 說 住在這個雞 雞附近的這個 三部位上面 所以這一早 高雄跟屏東 這兩個所謂的小鳳梯 就有冠軍在美酒 真好教在 四個人都讓他安全救出來 南部地區拜他落大雨 作成河川大中水 早上四名工人 受困在高雄屏東高階大金橋 雞頭的三部位館 其中一名我們住民的工人 先自己走出來 一再去屏東高雄兩地的小鳳梯 再接到報案 再說救完 因為棄水以往非常操勞 小鳳因緣由對面的山區 真不救完 我們是有測 但是已經也沒有辦法測了 因為整個那個河水太穿激 反而我們留在原地 是比較安全的方法 沒有啊 就想到起來看一下吧 對啊 睡不著就起來看一下 就這樣子 三名工人終於操勞 看起來非常疲勞 原本這四個人 在三部館頂進行救入保護工廠 看到掛水中起來先把設備器材調離開 沒想到水流上過劍 經過連紅皮 四名工人不會有離開 才睡眠在三部館頂 因為汽水爆漲 那我們因為在很多設備在裡面 我們要先調設備 所以調完設備以後 可能就原子人員撤退的時間 因為電道就被水通了 通常的工作 喝一碗小湯 先把卡電位給家裡南部便宜 不過先起全面都密在某車裡面 受到也是心得會怕 記者便當綜合報導 就算了 是